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舱外航天服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航天器 是航天员出舱活动的重要工具 结构精密复杂 镜头转过来 我们看到航天服头盔里的刘伯明汤红波 在节点舱狭窄的空间内 两位航天员多少有一些行动不便 然后要将其带与航天服分离 使用航天服本身的各项设施自主开展工作 下一个镜头 我们看到刘伯明已经从航天服中出来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40左右 刘伯明再一次对节点舱和航天服进行了检查 航天员聂海胜在汤红波的帮助下 接受了运动肺功能检查 这项检查是为测试航天员心肺功能 使航天员在出舱时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确保航天员有体力在纯氧环境下穿着130公斤重的舱外航天服完成复杂的舱外工作 出舱活动前两天 三名航天员都接受了该项检查 在汤红波的提示下 聂海胜松开两只手在空中挥舞 好像在开心地手舞足蹈 看来这次大强度的运动并没有给逆海胜带来什么压力 那么可以看得到现在在屏幕正中间 这个是刘伯明 他是在机械壁上执行作业 而在他的上方则是汤红波 他们两个人正在配合进行一个全景相机的台升的作业 他们的下方可以看得到这是太阳 我们蓝色的星球 可以看得到地球 我们从太空当中通过刘伯明的视角来看一下我们的地球 刚才在出舱面 可以看得到非常醒目的这条绳子 这个其实就是安全伸缩绳 对于航天员来讲 在舱外作业的时候就是高协同配合 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的配合 就是三名航天员之间要密切配合 两名航天员在外面做作业 然后舱内其实聂海胜在实时地跟他们进行对话 给他们各种温馨的提醒 大家经常会在听到这个背景声当中传来他们三个人的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